快餐的时代 我想浪 慢一点点 我是你们的伟哥 今天是京都的第四期 本来说好是关于女巫的话题的 但是由于要准备如鸦之巫女 所以这个话题只能下个月了 之前我的三期京都节目 分别聊了基地冷和培根 神话和怪形 那么今天我们要聊一个独特的游戏话题 一个从来也没有人聊过的话题 游戏被称作第九艺术以九尾 如果你接触到的游戏 尤其单机游戏够多的话 那么你心目中应该有自己的总统山了 上天文人的SAO和旺拿一句像 够不够艺术 够 陈兴汉的风之旅人 花 油 够不够艺术 够 艾迪芬奇的记忆 未完成的天鹅 够不够艺术 也够 宫崎英高 旭天刚一 Svery 林沐玉 这些人够不够 都够 然而我们今天要提到的游戏 或者游戏公司和制作人 都不是以上的这些 各位有趣的灵魂可能很难想象得到 我们要提的是一家 因为过于追求艺术化 而倒闭破产的游戏公司 话说2015年的时候 一家不是特别有名的游戏公司破产了 它的名字是这个 翻译成中文就是 故事的故事 我个人习惯把它叫做套娃公司 它来自于比利时 整个公司的成员只有两个人 一男一女 米歇尔和奥利亚 值得一提 他们俩还是对夫妻 这个公司为什么破产 因为它在2015年 推出了一部名为日落的游戏 这是他们脱离政府和博管资助后 第一次制作纯商业项的游戏 注意是第一次哦 因为口碑两极分化 导致销量低迷 只卖了不到4000套 直接导致公司入不敷出破产 这对夫妻对外宣称 我们俩彻底和商业游戏告别了 当时无数业内的工作者 都纷纷发表推文 为它的失败而默哀 套娃公司从成立到解体 一共正式出了8款游戏 其中最有名的那一部叫雪镜弥宗 听到这里大家可能想起来了 哦 原来是他们呀 大家一定很好奇 这款导致游戏公司破产的日落 到底讲的是什么呢 我可以告诉大家 它差不多什么也没讲 表述手法极其隐晦 只有一个黑人的女主角 故事还不是完全和她有关的 2018年时 我曾经想要录制这部作品 但是我他妈怂了 我害怕没有人看得懂 因为当时甚至连我自己都没完全搞懂 游戏的大致剧情如下 1970年 一位美籍的黑人女管家安吉拉 来到南美 一个虚构的名为安丘里亚的国家工作赚钱 她在一栋豪华公寓中 给一个当地明瞭打扫卫生 平时就她自己一个人 无聊的时候 她就看看窗外 自言自语 整个游戏的流程中 除了面对反光的东西 或者玻璃之外 你完全看不到这个女管家的长相 除此之外 你也看不到任何NPC角色 故事完全就由公寓中一些物件的变化 女管家的自言自语 以及窗外的突发事件来推动 这位女管家通过不断地打扫公寓 来了解那位颇有地位的雇主 最终女管家阴差阳错地 陷入当地军发头目的肮脏阴谋中 在游戏开发之前 夫妻二人声称 这是他们最为粉丝玩家考虑的一部作品 甚至连过去那种实验性的 蒙太奇要素都给抛弃了 整部游戏的画面并不出众 但是已经是陶娃公司最好的一次表现了 互动体验也是很实验性 对于大多数玩家来说 游戏意义不明 内容过于无趣 无法激起体验欲望 更不用说购买了 确实这样的风格太另类 除非玩家受众 他们真的喜欢这种风格 或者这家公司本身 陶娃公司的作品 基本上都是晦涩难懂 和实验性极强的那种 他们的作品在商业上非常失败 游戏性也不算出众 但却又启发了无数同时期的 其他游戏同行们 这其中甚至有大名鼎鼎的 玩皮狗公司的神秘海月 那么我们就来深入探究一下 这家堪称世界上最追求 游戏艺术性的公司 到底是怎么样的存在吧 1995年 一家名为如下的网站成立了 构建这家网站的是 美国女艺术家奥利亚·哈维 和比利时的设计师米歇尔萨敏 两个人因为一次艺术活动而结识 并且因为艺术追求相似而走到了一起 成为了跨国夫妻 早期他们主要为一些艺术博物馆 创作美术设计类作品 直到1999年 两个人认为电子游戏非常有潜力 可以当作更深层次艺术创作的媒介 完成美术和电影无法呈现的艺术表达 于是在2002年的时候 夫妻二人成立了自己的游戏制作公司 也就是套娃公司 名字取自意大利诗人巴西尔的同名作品 那之后两个人开始了游戏领域的创作 作为丈夫的米歇尔 擅长编程和美术创作 而作为妻子的奥利亚 擅长3D模型制作 于是夫妻二人每天都在构思艺术设想 并且时常跟15岁左右的年轻人互动 了解他们对于艺术的想象力 和对于游戏的看法 2002年到2007年这段时间里 两个人基本上没有正式的游戏作品出炉 主要的创作都是一些未完成开发的项目 以及受到艺术博馆委托创作的内容 直到2008年 两个人完成了第一部游戏成品 墓地 这部作品想必应该有人听说过 游戏的流程非常短 最多只有5分钟左右 一位白发沧桑走入颠簸的老奶奶 在墓地中拄着拐杖前进 这个过程中只能听到风声和犬吠 最终老奶奶来到尽头 坐在长椅上 慢慢地低下了头 她当场去世了 此时一首荷兰歌曲响起 衬托了这凋零的氛围 以及人生的起路 作为套娃的第一款成品游戏 本作口碑两极分化 直到几年前登陆Steam之后 仍然是争议无数 很多人惊叹 这样的游戏竟然卖5美元 完全没有互动性 看视频介绍 几乎就能看完整个流程了 虽然口碑不太好 但是这部作品 却启发了玩屁股工作室的成员 他们根据墓地的场景灵感 创作了《神秘海域2》中 西藏村落的某些部分 在墓地发布之后 夫妻二人并不在乎那些质疑的声音 下一部作品上 也就是他们最知名的一部作品 《雪境迷宗》 当年还得上中学的我 正是因为这款作品 入了套娃公司的坑 《雪境迷宗》 堪称游戏史上最晦涩难懂的作品 内容非常简单 引用小红帽和大灰狼的传说故事 游戏中有六位年龄不同的女孩 和一位白衣少女 每个人的任务 就是从城市中的小房间里出发 来到乡下 顺着一条夹在森林中间的小路 跑到外婆家 这过程中 小红帽会受到森林的诱惑 而一旦他们偏离道路 就再也回不到小路上 在黑暗压抑的森林中 他们愉快地奔跑着 采集着白色的花朵 看着无数奇迹怪怪的物品 最终遇到属于他们自己的那头狼 结尾便是每个小红帽 从外婆家外边的小路上醒来 行尸走肉一般走进房子 看到无数猎奇的事物 然后画面一黑 这部作品在当年口碑同样两极分化 大多人都觉得 这部游戏对于他们来说没有意义 完全丧失了游戏应有的乐趣 但是因为独特的美术风格和艺术理念 在咱们国内也很有影响力 据我回忆 在游戏播客圈的刚起步的那两三年 也就2010年左右 当时有不少播主都录过这部作品的流程 也包括那一年刚出道 还是一菜逼的我 雪晶迷宗的灵感 取材与小红帽的传说故事 但是呢 只是引用了相关传说的壳子 而内容却是在影射 女性在六个不同阶段的成长经历和惨痛教训 这么些年了 大多数玩家还在讨论这六位小红帽是怎么死的 实际上这种猜测和夫妻二人的创作理念偏差甚远 不过当然了 艺术从不忌讳多方位的讨论和解读 最近一年我也收到很多留言 希望我去继续解读这部作品 如果各位有趣的灵魂对于雪晶迷宗非常感兴趣 并且想要知道更深度的内涵的话 莫慌 下个月我就会通过小红帽的传说 来解读这部堪称游戏史上最晦涩难懂的作品 话说雪晶迷宗在商业上并没有太出色的表现 也就是不挣钱 不过因为有赞助 所以也没有受太多的影响 但是没想到却赚了一批真爱粉 而这批粉丝以女性玩家为主 他们创作了很多同人作品 这也让夫妻二人受到了鼓舞 于是开始创作下一部作品 他们继续追求童话和传说的再创作 同一年他们发布了新的游戏 法塔莱 这部作品的玩法非常的抽象 故事围绕着圣经就位中 一个名叫沙勒美的公主展开 制作上借鉴了奥斯卡王尔德的戏剧 沙勒美 故事中的沙勒美是犹太国王 大西律王小儿子 西律安帕提的养女 沙勒美爱上了圣人 施洗者约翰 但是因为约翰曾经抨击 沙勒美的母亲西洛底 背叛丈夫改嫁的行为 导致约翰被西洛底记恨 同时呢 因为约翰拒绝了沙勒美的爱意 同样也被沙勒美记恨 于是沙勒美帮助自己的母亲西洛底 间接地杀死了施洗者约翰 代价是与她的继父西律安帕提跳舞 这个故事可能听起来非常的拗口 我本人也不曾对圣经有过多研究 但是在法塔莱这部游戏中 着重描绘了沙勒美这位公主 与继父跳舞后发生的故事 灰红的舞会过后 一切都陷入了瓶颈 欲望与冲动同而消散 只有月亮高高地挂在天上 这部游戏基本上是把王尔德的 同名戏剧分解成了无数碎片 把戏剧中的部分台词 放到了游戏场景中 并且加入了一些实验性的互动要素 使得游戏无比的迷幻 处处都散发着一股超现实主义的气息 碍于文化差异和宗教元素 填过这部作品的 大多数玩家都无法理解它的内涵 作为游戏来说 并不能算成功 2012年 陶华公司推出了面向玩家的新作品 抱歉 我虽然热爱法国电影 但实在不会这发音 本作中文名为夏日将至 听起来好像是个很清凉的游戏 但实际上并不是 它是一款完全没有叙事的作品 甚至连时间和地点 都是接近于虚无的存在 游戏的玩法非常独特 说直白点 就是一个下象棋的游戏 如果你会下象棋还好 如果你不会的话 那我觉得你应该完全不知道 这游戏到底应该做什么 夏日将至 罕见的以法语制作 台词发音全部都是法语 只有字幕是其他国家的语言 由于设定非常的迷幻 在未来某种名为IHT的虚拟现实设备 在太空领域被投入使用 无论空间站的额外甲板的面积有多少 都可以制造出一个多边形的虚拟空间 以牛逼的算法 渲染出比同类产品强大数倍的全息投影世界 搭配配套的投影仪 就可以身临其境 由于是初代产品 所以长久不算太多 只有一家法式咖啡馆 一栋巴洛克风格的建筑 一片海滩和漫无边际的汪洋 为了方便空间站的人使用 咖啡馆中拥有一个下象棋的桌子 以及抽不完的香烟和无限续杯的葡萄酒 当你进入了虚拟世界这家咖啡馆的时候 程序便会寻找其他也在使用这套系统的用户 并且匹配 范围可以横跨整个银河系 如果你是男妈妈 那么你匹配来的一定会是女爸爸 反之亦然 设备的制造商声称 这套产品是为了异性恋的人员而打造的 所以某些特殊地带的人员 和其他特殊设备的老用户 请慎重考虑 在下文旗海滩上都会出现一些超现实的景象 让使用者仿佛回到那个埋的记忆深处的某颗行星 如果使用者身处银河系之外 超越了系统的消耗范围 那么系统也会自动的制造一位虚拟AI 来和用户下棋对话 说到这里 各位是不是都懵逼了 这个游戏概念实在太超前了 当时的评论也是两极分化 大部分的玩家纷纷表示 这算什么游戏 但是部分游戏媒体却给出了不错的评价 有的说 夏儿将至像是一幅精湛的绘画 或者一首优美的音乐一样给人以共鸣 还有的说 这部电子游戏像法国电影一样具有艺术性 但是也难以理解 还有这么说的 有时我对它表达的情感之美感到欣喜 但是另一些时候 我对它的黑暗感到惊讶 那么这么一款独特的游戏 究竟它的内涵是什么呢 说到这里 我不得不提一提这部游戏的灵感来源 它取材自法国著名女作家 玛格丽特杜拉斯的作品 游戏中那家全息投影的咖啡馆的场景 取材自杜拉斯的小说 琴声如素 而整部游戏的表现手法和理念 则取材自杜拉斯拍摄的电影 卡车 至于杜拉斯的作品 其实看过人都知道 大多数都是剧本形式的对话 以及异国情调的故事 而它作为法国左安排导演 所拍摄的电影 也是试图在用对话和氛围来构建影像空间 以此来打破传统的叙述手法 套娃公司的夫妻二人 为了这款夏日将至 亲自去法国游玩了一阵 并且选中了一片海滩 作为游戏设计参照 作为玩家 我们在游戏中下象棋的时候 每放下一颗棋子 角色就会说出一句法语 而对面和我们下棋的异性也同样如此 但是呢 两个人所说的话完全对不上号 对此套娃公司的夫妻二人表示 他们在法国电影和小说中 截取了很多关于爱情的对话和词汇 希望以此来营造一个孤独 又充满了渴望的氛围 这像不像当年互联网还未普及的时候 世界上最早的联网游戏 所带来的那种感觉呢 夏日将至这部游戏中 作为主角的你 时常会感到虚无 这种虚无感 甚至超越了身处漫无边际的太空中 那种渺小和孤独 当你走到了全溪海滩的尽头 发现原来这里竟然有一道看不见的墙 而陪你下棋喝酒的那个人 也在另一边看着你 有时你坐在尽头的长椅上 看着宇宙中行星的交替 那种久违的日夜更替 反而让你有些畏惧 也许你早已经适应了宇宙中 一成不变的黑夜 有时海滩上会出现一座桥 海中会出现一艘轮船 可是却没有一个 能带你离开心中那片虚无的土地 最终你捡到了一把枪 它看上去非常的真实 夏日将至就是这样一款实验性的游戏 完全没有叙事 你能感受到的 就是那种可以营造出的氛围 这种氛围可以为一部分人带来灵感 而大部分的游戏玩家 都get不到表面之下的东西 也许游戏终究还是 玩的需求大于形式 愉悦的需求大于折丝 兴许是收到了玩家粉丝们的意见 夫妻二人也决定制作一款 更贴近粉丝玩家的商业游戏 在2013年的时候 很多独立游戏制作组的 故事项游戏都收获了成功 比如说《刚后到家》这款作品 同样叙事隐晦 但是氛围营造的相当不错 卖出了十万份左右的销量 算是一个独立游戏界的成功案例 而套娃制作组思考了许久 开始着手第一部完全商业发行的游戏 这次他们打算以众筹的方式来开启计划 经过一段时间的等待 终于筹集了足够的经费 开始制作《日落》这部作品 不过应了开篇讲的那一部分 这部游戏在正式发行后 仅仅卖出了几千套 而且还包括早已众筹购买的那些玩家 在这部作品失败后 套娃公司正式解散 不过当然了 夫妻俩只不过是不打算 再把精力花费在做商业化的游戏上了 他们依然打算在其他领域继续自己的艺术探索 《日落》的失败似乎没有太多的意外之处 最大的问题其实是 没有使大多数的玩家获得共鸣 游戏的背景很特别 一个虚拟的国家很像是古巴 女主角是一位卑微的管家 可以想象这个角色的创作灵感 是来自于夫妻二人中的奥利亚自己 这部作品的利益还是很新颖的 通过一个相对不变的小环境 与窗外动荡不安的大世界做对比 是从而玩家产生一种渺小无助且孤独的感觉 可这样小众中的小众的题材真的很难赚到钱 因为实在是难以找到共鸣之处 而且完全没有可玩性 重复来去除了打扫维生就不能干别的了 说白了就是不合大部分玩家的口味 哪怕珍爱粉也不一定喜欢 要知道套娃公司的珍爱粉 都是雪境迷宗时期积累下来的 也就是说这部游戏 活活地把制作组和玩家都封在了那所公寓里 一年之后同样是奉雷至上 也借鉴了文学作品的看伙人就大获成功了 同样的虚无和孤独 我相信大多数人还是更喜欢看伙人这种形式 《日落》作为套娃公司的第一部纯商业作品 它实在是太冒险了 虽然收敛了很多 但是形式依然大于内容 角色不讨喜 可以说是不太出彩 虽然美国爱之人给了8分 但是这种题材和风格很难获得大多数人的喜欢和认可 假如把这部《日落》替换成雪境迷宗 说不定还不至于血本无归 《日落》公司的经历也给了很多独立游戏制作人警示 那就是掌控好艺术性和游戏性之间的平衡 这对夫妻制作人堪称游戏史上的独特风景 他们是一对纯粹的理想主义者 为了艺术追求可以忽略其他所有的部分 现如今游戏艺术也还处于探索期 知名的游戏厂商不敢冒险创新艺术性 所以更多考虑的是商业回报和出续作求吻 各种独立游戏制作者反而每年都给我们惊喜 但是每年他们中也会倒闭一大批 强如看伙人的制作公司也被某胖给收购了 他们原本计划中的新作品《众神之谷》 也暂时取消了开发 回到话题中 去年在桃花公司解散的四年之后 这对夫妻移居到了意大利 妻子奥利亚在艺术博物馆做讲师 而丈夫米歇尔则继续做新领域的创作 两个人继续着快乐的生活 也开启了新的艺术计划 他们已经打入VR互动领域 创作了新的个人游戏作品 这部游戏受到波兰的前卫剧场赞助合作 在游戏中 一位舞台表演家独自面对自己的柜子 每次打开柜子 都能看到柜子里 蹦出各种各样的人 而这些人 都是源自表演家内心中的想象 我个人很敬畏这对艺术探险家 因为这两口子实在太纯粹了 人家不指望这个挣钱 做什么的追求自我和快乐 他们这样的例子太少了 也告诉我们 纯粹的艺术追求和商业回报 真的很难两全其美 在创作领域中 大多数作者都是不太敢迈开步子 追求自我 做形式上的创新和探索的 因为这样会涉及到很大的风险 往往站得越高 越不敢轻易改变 创作领域要想获得成功 只有两条路 一是研究你的观众受众 要么做热门的 要么做观众喜欢的视频 二是探索新的方向 挖掘尚未被人挖到的题材 和自己认为在未来有前景的内容 如果你判断对了 你就会收获未来的成功 月亮和六变式总是难以兼得的 至少对于大多数人来说 都是如此 说到这里 也对这个制作组的经历 做了一个大体的讲述 如果大家想深入了解 他们家的代表作 雪境迷宗 那么下个月 注意我的更新哟 好了 过几天 我就要准备如鸦之巫女了 话不多说 奥利给就完了 我们回见 感谢观看